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王一博被蒋仙云后人称赞 粉丝却不敢声张 原因属实无奈 最近一段时间 围绕王一博最多的话题 毫无疑问是他在抉择中的表现 确实 不管是身姿身形 眼神转变 还是原声台词 每一个细节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没有一丝表演的痕迹 如今的王一博已然成为实力在线 可肃性强 年轻的成熟演员 同时 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让更多的人深切了解那段 显有提及的历史 体会革命前辈坚定不移的爱国之心 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艰难 面对抉择时的坚定 也深感无辈应当自强 让流量配得上正能量 以敬畏之心肃英雄之气 这才是真正的顶流 因为饰演蒋仙云一角 王一博的演技也大获认可 拳王好评如潮 导演编剧更适逢提必夸 俨然已经把他当成最爱惜的后辈 当然王一博的精彩表现 也受到了来自蒋仙云烈士侄孙 蒋美成先生的高度评价 饰演革命烈士被烈士的后人称赞 这无疑是对一个演员最高的赞誉和褒奖 获得烈士后人的认可 这本来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然而王一博的粉丝在一开始却不敢声张 因为聊天截图来源不明 如果是有心之人伪造的 那么大肆宣传不仅是对烈士的不敬 也是在给王一博招黑 直到抉择的导演金叶发文认证 所有人才终于得以放心骄傲 粉丝会如此的小心翼翼也真的是实属无奈 就像片子中的许之舟 对蒋仙云说我们这一般学生 哪个不想成为你 如今的娱乐圈又有谁不想成为王一博呢 多少人等着看他笑话 多少人天天盯着等着给他买黑通稿 任何一点都会被无限放大 甚至无中生有的造谣尬黑 舞台太稳就是假唱 忙碌的行程中几时间参加比赛是在利人设 代言产品封面杂志销量太好就是割韭菜 每一次新戏开拍和新剧开播 演技造型都逃步了被潮 无辜被扯进是非中 已经有太多太多了 不是粉丝玻璃心 用实力说话的王一博也从不需要 只是没有人会忍心看到用心的付出 换来的却是被恶意包围 你极度他被全网称赞 行业认可 口碑飙升 却没看到他在雨夜中一次次奔跑 在泥泞中一次次爬行 一次次扛起真正的木桩 一遍遍揣摩 一遍遍高质量的完成 没有人会随随便便成功 所有的成绩和收获都是努力和汗水的积累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